Lily不見了 Lily不見了 去了哪裏 我可愛的Lily 是我第一本漫畫的女主角 這麼難得做做Finger 她現在竟然不見了 咦? 這個是 Lily我拿走了 如果想拿回她的話 就給我死出去上班 我這麼大個兒子都沒試過打工 隨便找了一份工來 我現在好驚呀 咦? 說不定有我的同事 要像Lily那麼可愛 誠實又溫柔 雖然你很傻 但你處處為你穿上上線 長腿姐姐可愛妹妹 希望同事都是那麼可愛 想想想其實上班也不錯 等了很久呀? 是不是那個男人? 事不宜遲 開始講解第一份工先 今次的工作是收帳 目標是家事辦 幫我們去收你50萬回來連同利息 用盡任何方法你曉得 如果你失敗的話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我都沒試過收帳 記得我第一本漫畫曾經營用過 杜汶澤 你今天一定要還錢連利息給我 商家在這裡 你是不是過來搶啊 拜拜 別走呀 如果今天不成功的話 我不會走的 變身 嗯 好像在哪裡 不對啊 隨便吧 找了個阿伯出來再隨機應變吧 咦? 白家事街阿伯 他還不是家事伯 別管了 試一下他先 還錢了家事伯 他沒有試我 我在哪裡錯了呢 我明明跟緊了 喂 阿伯 我是來自二次元的用者 代替星星月亮懲罰你 我是來自日本黑道的大哥 是來找你收帳 我是來自香港警察的二五仔 都是來找你收帳的 畫錢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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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錢啦畫錢啦畫錢啦 還死人啊 你這麼想我還錢就打贏我先啦 這個畫面是甚麼來的 信 欲 殺 阿伯 阿伯 我認輸了認輸了 可能我認錯人呢 你用甚麼那麼激氣呢 認輸了嗎 雖然我不是甚麼家事伯 但是你我旁邊 扮鬼扮馬 吵著我寫字 真的很訝人真啊 你這些年青人 小小挫折就氣餒 就半條血都不繼續打下去 一點用都沒有啊 這個廢字就適合你啦 你就永遠沉在你自己的漫畫世界裏面 裝鬼扮馬 做一個廢青啦 爸爸說得很對 我的確是很容易就氣餒 小小挫折就不會繼續下去 這兩本漫畫 我畫了一半就再沒有畫 我很想繼續 完成它啦 接著我就沒有再找工作 但是我完成了第一部漫畫作品 媽媽雖然不是很清楚我畫些甚麼 但是見我日以繼夜 廢寢忘餐 努力專注去做好一件事 終於 她把Milly還回給我啦